我 胳膊抬起来 没力气 来 后面 前面 三 二 一 疼啊 不疼 那再来一下啊 行了 差不多该回去了 你看这儿 你等我好了再回去吧 别演了 我知道你撞了 我真的该回去了 你说这回去的办法 我怎么突然间就忘了呢 要不然说淼淼的事情解决一下 说不定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快吹 快吹 四咪咪盯着我干吗 这挂坠 怎么了 我妹妹也有一个 你还有个妹妹呢 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小机关 小机关 什么小机关 那你突然来给我看看 给你看看可以 不许摸 好 喂 哥 女生 淼淼 你猜谁和我在一块 淼淼 别动我 妹妹 不是 淼淼怎么了 哎 来得还挺快 我要的东西呢 前往会还你的 还 你拿什么还 不如 你妹替你还 一刀一半 划算吧 离他远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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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时候了 还学别人逞英雄 没能力赚钱 就不要看病 浪费青春浪费钱 刀头来还不是死人一个 还不如早死早成生 都怪哥哥没能力 赚不过钱给你治病 你嫂子来真的 够了吧 真他妈是疯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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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嫂子来真的 你嫂子来真的 你嫂子来不了 死人 你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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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这钱箱就在这住下吧 等哥有了钱 再给你立个杯 你说你这人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 没事学生打什么架呀 这人 又闷 又不爱说话 我还才缺带你这人挺好的 我年纪轻轻就走了 帮什么呢你 滚啊 你刚才说话全听到了啊 你怎么没死啊 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伤口呢 你知道我刚刚有多疼吗 有多疼 这么疼 可是 我明明看你刚才流了好多血 当然真以为自己要死了 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伤口就会好了 或许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伤口吧 淼淼的事 下了 这哥哥应该做的 谁是哥哥 你说清楚啊 我是哥哥 是我是哥哥 不是 我是 淼淼 肝子来了 许默哥 你没死啊 没死 你没事了吧 没事了 我有事 哥 许莫哥 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因为我有主角光环啊 那你还疼吗 疼不疼呀 我 我疼 你哪疼啊 这儿疼哪儿疼 我这儿疼怎么了 这儿疼不疼 这儿疼不疼 你这儿疼不疼 你这儿疼不疼 疼不疼 疼不疼 你们别打了 别疼 妹别打了 妹别打了 疼不疼 淼淼淼救我 淼淼淼救我 哥 许莫 你知道吗 淼淼说这个挂坠 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所以每次一到危险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性地抓住他 直到天奶那次我才发现 只要抓住这个挂坠的头部 就能去到你的世界 你救了 淼淼 我们之间两个相欠了 那你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 你走不走 你再不走就要反悔了 我们算是朋友吗 管管管 谁个也是朋友 快走 我让你去 来了来了来了 姐 谁呀 请你先坐 我说小嬷嬷 你最近去哪儿了 电话不接 敲门不应的 我还以为你写稿猝死了 差点报警 你最近搞的写怎么样了 姐 这期的稿费 最近财务有点忙 咱这期写完了 下期一起算 又是这样 我说你平时写稿不是挺积极的吗 怎么这次怎么办 姐 关于这个结局 怎么着 我给你那结局不行 余生拼尽全力自己死了 妹妹也没救活 多现实 多悲壮 还带着那么一丁点忧伤 简直是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你只有把主角写死了 读者才能有共鸣 你这书才能大卖 可是我不想 听我的准备课 就按照我说这些 走了 大卖 大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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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就是要够悲 怎么才是悲 死了人才是悲 你这不死怎么悲得起来呀 姐 悲剧一定要架构在死亡之上吗 现在不是你跟我讲道理的时候 按我说的就绝对没错 你想想 姐我这么多年看你过来的 就你这拖泥带水的性格 你妹妹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你这么喜欢看死人 怎么不去病院门口蹲着呢 那儿死人多呀 我说你是写疯了吧 余生为了她妹妹这么拼死拼活 她该死吗 我 我不会让你说得起了 你别跟我在这儿 蹬鼻子上脸呢 为宽想不想要 违约金多少你知不知道 你赔得起吗 两个人你至少给我写死一个 不然这书一烂尾就没法卖了 不然卖了 你至少好 不会死因 你因为这儿